近十年来瑞穗香蜜香红茶产业蓬勃发展 成为花莲农产的潜力股 不少青年或茶农二代也纷纷投入制茶的产业 今年度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除了资深的制茶师傅 又有更多比例的年轻茶农也名列前茅 农会今天特别逐一到府上贴红榜 理事长罗文藤也乐见农产业接榜永续发展下去 伴随着鞭炮声 瑞士香农会理事长罗文藤 常务监事杨清茂 为这一次制茶技术比赛的得奖者贴红榜青鹤 这次制茶比赛也是学到很多 所以我想说以后也可以用这些经验来增强我的制茶技能 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除了连陈俊母子党 另外拿下季军的叶明权和父亲共同参加较劲 略胜一筹 所以就是继续跟着爸爸学习 然后未来如果有其他比赛机会 我也希望可以多多参加 然后就是可以多跟其他人 外面的人啊 就是学习很多制茶相关的技术 返乡接手父母亲茶产业的林恒佳 十年磨一剑 拿下制茶技术比赛的亚军 他说保持着学习观摩的心来禅赛 提升自己的制茶技术 因为他们还是老前辈 然后家里也是做茶也有三代的 然后一直都没有比赛 然后想要说去试试看看自己的功夫在哪里 自己的自我挑战 六四香农会呈办蜜香红茶 制茶技术比赛 今年迈入第三年 今年度不少青农或茶农三代 纷纷展露头角 表现不俗 令不少资深制茶师傅前辈 高度肯定 更是不领赐教 办这个技术比赛 尤其我们花园县政府 六四香农会 办这个制茶比赛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可以教育到这些 当要入门的这些青年 让他们有互相学习的空间 青年后浪来势汹汹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连续两届蝉联冠军的彭秀美 赖双全夫妻俩 竞赛过程中也不断提点青农 更是乐于分享制茶经验 技术比赛者是不是说 简简单单用 你想要简单做 也没很简单这样做 只要你要用心用头脑去做 只要他们肯问我 我也是一只传承 我港府不是说金的 只要有人要问我 肯跟我 给我问一下 我一定一一的把它表示 年轻茶农乐于苦学 资深制茶师傅也请囊相授 农会理事长罗文腾肯定表示 提升在地制茶技术水准 也让茶产业接棒传承下去 五二台地地区制茶来讲 都有这些年轻人来传承 希望他们老一辈的来讲 虽然是说功夫是很好 不过以这些年轻人的经验来讲 已经要追上前辈了 所以说这些老辈的要加油加油 希望以后有类似这种比赛的 希望说多一点年轻人来参赛 把我们瑞穗地区的制茶技术 更上一层楼 第三届冰箱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看见青农的实力潜力无限 而资深的制茶师傅们也不偿私 大方传授制茶功夫 农会也乐见其成 未来也将会积极辅导 让在地茶产业能永续发展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